如何来经历体会神 如何来接触神 如何感觉到神 如何知道神的存在 这都需要我们来用对器官 用我们那个灵来接触这位神 张美主 其实这些问题的 说明他是在寻求人 寻求到一个程度说 他现在能够碰一碰摸一摸神 我们的神啊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不但是创造宇宙的神 不但是创造外面所有的东西 他更奇妙的是什么呢 他愿意进到我们人的里面 是我们人对这位神啊 不然在外面有经历 而且在里面你的内心深处啊 余生有经历 有的时候 你心里想合通 你可以和神 那里有个来往 有个交通 有个光照 你就摸到神了 你就有神的感觉 在神的感觉来看事情 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你的价值观不会改变了 你的心思 你就被更新了 哇 有的时候 你下下人生 哇 以后五十年怎么办 三十年怎么办 但如果神 神就在你这个想 心想的时候 光照你的时候啊 你就说哇 神 祂要做我的依靠 神要做我的智慧 因为祂说 祂画要做我叫前的灯 做雾上的光 祂就可以引领我 哇 这个时候 人生的轨迹又变化了 这个神啊 这是非常的奇妙 祂是在几年来改变我们的 那举个例子啊 我们的人啊 它是有灵 魂 身体 三个部分嘛 刚才讲 身体我们就要吃饭 但如果是吃饭 就是饭 对吧 那么魂啊 就是要学习啊 要弹钢琴啊 要搞艺术啊 等等 要被人增进啊 那就是魂的层面了 但是那人啊 还有最深处的是 灵的层面 那灵是什么 灵是包裸万有 延长无限的 灵就是神自己 所以说人啊 你又有灵 所以说这个灵啊 它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神的那个影子在里面 它也有一个永远的 刚才永远的一个寻求 它有一个无限的一个愿望 这没有办法 外面的物质的东西 可以满足到你里面的 那个灵的需求 怎么办 那只有神作为灵 进到你的灵域的时候啊 你里面才满足了 当你今天满足了以后啊 人就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智慧 你在工作 在学学 在做生意 在经营你的家庭 经营你的婚姻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人生啊 有了神以后啊 那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那讲到这个人的灵啊 每次都是觉得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之所以是无神论的背景啊 就是因为啊 我们没有办法 或者是不知道 如何啊 来接触这位神 但是呢 圣经说啊 神铺张诸天 建立地极 又造人里面的灵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 今天下午啊 我们告诉一个好消息啊 你有灵 我有灵 那这个灵呢 可以说是与天地并重啊 朋友们呢 好不好 我们一起啊 大声来说啊 我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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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灵呢 我们有灵呢 就要来啊 认识神 有灵是来啊 接触神 有灵是来啊 成装神 所以朋友们呢 这个实在是啊 我们大好的消息 我再说呢 我也是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啊 然后呢 到了美国来 听见福音呢 才成为基督徒的 对我呢 让我从头脑里面 你说服我 你是说服不了我的 因为我大学里面呢 是在辩论社的 每次跟人辩论呢 都是我赢别人输 当然了 跟基督徒辩论呢 也是我赢别人输 但是呢 很奇妙的呀 每次辩论完之后啊 基督徒辩论呢 好像明明是我赢了 但是呢 我心里发苦 基督徒啊 明明是输了 他们脸上还有笑容 哇 这个叫我 真的是难以理解 我后来就发现了 原来他们里面呢 有灵啊 他们里面有神 是我没有的 这朋友们呢 今天下午 我们实在是盼望 我们都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们说 我有灵 我有灵 我再补充一下哈 我们人正是有灵哈 为什么我到中国来 到美国来以后啊 很多人向我传飞 因为我是 学商的哈 那就 很有这个商业头脑 他说 你信神里会这么好够 那上天堂 那上天堂呢 什么时候 要能死了以后 那我说 我十几千两天 信主不就解决了吗 今次的荣霸 是会 以后的天堂会吧 对 但是 有一天啊 有人告诉我说 能有灵 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现在 神就可以进到你的灵里 天就可以进到人的里面 在地上 就可以过一个 属天的生活 能与神 可以一起过生活 对神有一个 完满的经历 这个人生啊 现在就要有神 记住问题 所以那天我就开始信主哈 我也稍微介绍这个 说一下 我们从大自然 可以看见 有神的存在 但是真的要认识神 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帖撒罗人家》 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把我们人 分析得很仔细 跟所有的哲学家 分析不一样 所有哲学家 他分析的人 主要是两部分 看得见了 看不见 行而上行而下 但是这一位 创造人的神 讲到人的时候 确实说人是有三部分 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体 我们有魂 我们还有灵 我们的身体 是为了接触物质间的事物 我们用这个器官来吃饭 呼吸这些的 我们的魂 是我们的心思意志和情感 所以我们需要求学 心思 需要有朋友 成立家庭 情感 还有我们要做一番事业 是这个意志 但是就这些都满足了 我们还有深处 最深处有一个东西不满足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永远 这就是人的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 刚才我们弟兄 在这里 很热忱的 要我们说到 我们人有灵 为什么呢 这就是你能够认识神的钥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朋友们 接下午 我们就把这个钥匙要递给你 你用这个钥匙 随时随地 都能接触神 这是了不起的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也是这个少年的时候 虽然考学考得很好 但是里面是非常空虚 一方面想要做一番大事 一方面自己这里头 这些一些对人 这个对不起的地方 等等 没办法解决 那时候就在寻求 有人传福音给我 就要我来做一个属灵的试验 我们学科学的人 对试验是很有兴趣的 你真是爱科学的人 你看到实验室的光 你就高兴了 阿们 你看到实验室的光不高兴 你大概科学家做不好 阿们 我个人就是这样 你叫我祷告 我 对不起 我不愿意不站而降 但是你叫我做个属灵的试验 咱们试试看 阿们 现在我就挑战大家 好让我们看见属灵实验室的光 就高兴 我们来试试看 做个属灵试验 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有这个神 他神是一个名字的 他的名字叫做主耶稣 阿们 同时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除非是受了圣灵的感动 你是不可能说主耶稣的 现在我告诉你 什么实验呢 就是你闭起你的眼睛 打开你的心碑 从深处呼求这个主的名 亲爱的兄弟姐妹朋友们 现在此刻是神跟你最近的时候 阿们 你必须用你活泼的信心 很容易把你的心打开 呼求主耶稣的名 表示说你实在是要他进到你的灵里 做你的生命和生命永远的供应 好吧 我们一同来 来我们闭上眼睛 大家来换主耶稣的名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我们可以这样子喊 加几个字就是 增加我们里面的感觉 和表达我们的心愿 好不好 我们说主耶稣我需要你 来 主耶稣 我需要你 主耶稣我爱你 主耶稣 我爱你 主耶稣 喜敬我 主耶稣 喜敬我 主耶稣 充满我 主耶稣 充满我 阿们 我告诉你 就是那一次 这个1961年10月18号 我呼求主耶稣的名 我就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 阿们 阿们 我的生命有何等荣耀的大改变 阿们 因为基督已经开始来住在我的心里 亲爱的兄弟姐妹朋友们 这个实验是女士不爽的 你问题很多 我这也很多问题还指名道姓的 但是不要紧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谈这些 这些边陲小问题 现在把这个重要事情先解决了 先来吃碗牛肉面 再来研究牛肉面 还不迟 阿们 请大家记得 凡呼求主名的 救病得救 阿们 罗马书时章告诉我们说 这一位 众人都有一位一位主 这位主对一切 呼求他名的人 都是丰厚的 阿们 你看 林红昌啊 阿们 你看 他马上会打印 为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做林红昌 阿们 你要怎么样做这个实验呢 你就呼求主耶稣 看他灵不灵 阿们 看他要不要进到这里面 做你的生命和生命的公益 阿们 阿们 有灵 因为我们有灵 所以我们可以呼求 这位又真又佛的主耶稣的名字 他就进到我们里面来 有一次啊 我们跟你弟兄还有白天 我们在克里夫兰传福音 我们也是 在福音朋友们喊主耶稣的名字 那么第一次喊的时候 一喊完 说得我们正前方面的一个女同志 马上就写了一个条件 你们如此叫我喊主耶稣 我完全不能接受 结果我们只会去看一看他一下 我们觉得我们所实行的 是在圣经里面的话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来认识神 但是最简单的一条路 就是呼求主 所以我们还是照我们的负担 照我们的标准 偶尔带大家呼求主 因为这个是我们接受神 最荣誉的路 阿们 奇妙的事情 等一晚会结束了 我们说有没有人愿意起来信主 他第一个站起来 我们后来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一下就可以站起来 他说开始没有什么感觉 但后来我认真的 我用我里面的灵 人稍微谦卑一下 我真的发现 这位灵是又真又活的 亲爱的朋友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 来接触这位神 而接触这位神 只有是有灵的人 有这个资格 我们就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座谈会 做了好几百场 有人就问我们说 你下一场去哪里 我说我们除了动物园不去 我们哪里都去 同时没有理由 我们传什么福音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向有灵的人来传福音 大好的信心